Roswell 我给月儿买了一束花 因为月儿的颜色不是紫色吗? 我觉得这种颜色应该非常配月儿 现在呢我就要上去注册她毕业了 小玲呢也定再来的路上 以后呢我还会和小玲一起去选一择 一些送给月儿的礼物 好吧 那我们就赶快上去看看月儿的学校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Let's go 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月儿这个毕业典礼的现场了 他据说呢他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一会那就开始毕业典礼了 现在要开始找小林了 据说小林呢竟在上海的路上去看看他 我来了 哇你买的黄色的花耶 我买的是黄色的 是个黄色的包装 口袋是什么 看我的花多漂亮 我的花 哇你的花好漂亮 但我想是月儿喜欢紫色的嘛 我也想想的 对 哇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上去吧 月儿正呢 又过来 恭喜恭喜 哇你怎么不戴上帽子 来帮你戴上帽子 来我来戴一下帽子 因为这个帽子很大 好 我毕业了 我毕业了 你的领巾好漂亮呀 对好可爱 是啊还有珍珠了 你们看上面还有珍珠 专门 专门买的 说说你的花 我们也为你准备了花 我要收礼物了 这里紫色的 哇 耶 谢谢大家 好漂亮 现在要去采交地业姐姐 哇这哪 对 现在在排队咯 你们看队超长的 因为小林跟Summer呢 没办法进来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拍咯 我现在已经排队进来了 人超多了 我现在给你们看咯 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现场直播一下 我的毕业典礼 因为其实有一个同学 跟我一起毕业 但是因为今天是台湖 所以呢 他就没有到场 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觉得蛮不容易的 不过还好有小林跟Summer 过来陪我 不过很可惜 他没办法进来 现在要准备退场了 就大家都慢慢走 现在呢 我们来给月儿买一个毕业的小熊 对 你要买一个 你还有白色熊 我给他买一个熊 你喜欢吗 喜欢我超喜欢 我超想要小熊的 买一个 这个 这个我可以做一辈子 这个要有这种 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纪念品 给大家看 插子啊 杯子呀 扇子呀 什么都有 还有我的校友也在 同款校友 校友在这儿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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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的前辈 快点叫做学姐 现在终于要去照相了 看没装饭 有一块草坪 不是叫做好 我记得是学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陪这个 三车毕业的时候 也来的这块 你现在真的是上十年 你看 这是你前年前的 在看照片的时候 前年的时候 前年啦 其实今天呢 是台风天 对 台风还没登录 所以他们两个能来我超感动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说 啊月儿不好意思 今天来不了了 因为是台风 对 而且现在有一点点下雨 都没关系 来 我们把熊熊 熊熊拿出来 对 先给月儿照相吧 耶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四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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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 成金馆大学 我们始于1398年 我们已经超过600周年了 现在呢 这里就是我写漏魔的时候 金馆大在的地方 是不是超干净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我的书已经全部都收回家了 而且我还从老师那里收到礼物 以前在学校当住家的时候 老师写给我的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书 好漂亮啊 这个是成金馆大学的U盘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我们学校图书馆前面 大家看 整个楼梯都特别长 我每次来图书馆都要穿过长长的楼梯 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了 快点进来 快点进来 这里也是我平时学习的地方 跟你们看我经常做的组 我以前经常做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学习 18号 因为这里特别宽 你们看 就是东西比较多 下面 拜拜 拜拜 这边呢 就是我以前学习的时候 经常还在那块区域 我今天还有在这边的技术 所以我对这边来说 好了 依儿刚才呢 今天呢 就带大家看了 我们学校图书馆长什么样子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食堂长什么样子吧 这边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学校超美的 因为很多寿女 看这边 然后那边呢 是有一个草坪 平石 我们这边呢 三月份 还有九月份的时候好像是有学校的公演 然后就会在那个草坪上去行 之后这里呢 一般都是大家都会围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还可以眺望整个草坪 平时呢 就会有人在这边看书 然后上面会大概铺一张 就是野餐用的那种席子 所以就整个氛围特别好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大概我们学校整个的所有的院住吧 现在呢 我要带大家去参观我们的食堂了 先去吃我们的食堂了 快进来 你们再看 这里呢 这是我们学校吃的 那边呢 那边呢 是有一个小的咖啡厅 这边还有那边 就全部都是座位 其实我刚来读书的时候 这边的环境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 我觉得现在好像整个氛围都特别好 就是每个档口他们都有分的很清楚 然后这一家是卖什么 那一家是卖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卖韩菜 然后那边是卖面啊这样 然后有卖日本料理啊之类的 今天在结束之前 我们来采访一下玉儿 好 首先呢 玉儿是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东亚学科下面的东阳学学 我就是 你提起很高大事啊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乳学吧 嗯 然后我是研究乳学里面的口果 然后再具体的话就是卖 哦 就是研究卖语 就要晕掉了 那我们前年毕业的咱们 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当然专业呢是传美学 哦 然后下面呢是 我研究的方向是网络传博 哇好高大上 对对 那么去年毕业的小林呢 我就是学的韩国语教语 本来是想要担任的韩语老师的 所以大家呢 一问有没有解答一点的 但是很好奇 很好奇我们为什么韩语那么好 对 其实我们都学了很久 对 我们都学了很久的韩语 对 我觉得今天呢 月儿的毕业典礼好感动 对 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三个今天都正式的毕业了 毕业 毕业 最后月儿的毕业感想说一次 对 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林还有三分过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而且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书这个歌啊很漫长 也希望大家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好学习 能够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大学 然后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我们频道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记得订阅 在很久以前 小林坐着干嘛呢 你还不知道呢 在读童话呀 童话 去微信搜索吧 这一封呢是一个来自山西省长治市的小朋友 我看一下 他叫张傲然 他说我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 从上个月就喜欢看你们的视频 非常有趣 比如说你和Summer做的冰冻粘土 Summer和月儿做的配器蛋糕 还有康坤还有马树做的夜光灯 总之非常有趣 看了你们的视频 我也做了很多食玩 太好了 月儿看到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 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真的非常的开心呢 如果还有什么想跟林可家族分享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哦